Lio聊四季 天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不列顛的對決 那紅棒的話是我們的印度斯坦 那不列顛的話是藍方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它最大的效果是它的吃癢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那大概前期呢 可以拿到一個孫時代的優勢 跟出棒棒的速度的一個加成 那大概前期來說算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好 那不列顛的話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弓兵 它的弓兵是有多移射程的 那本身到城堡時代的話會多移射程 那帝龍時代再多移 那帝龍時代還可以去升級這個戰狼號 增加這個巨頭的 它的一個打擊的範圍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範圍傷害的概念 那它的銀罐呢 又可以增加弓箭的一個射程 所以它的射程是全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弓兵 那也是玩家們最喜歡的弓兵國家 射的夠遠真的蠻舒服的 那有點削弱它的一個方法就是把拇指環給拔掉 那確實也對不列顛造成極大的傷害 那不列顛沒有拇指環的話還是可以利用控兵喔 利用這個射程去增加自己的威射力 那它的大型箭塔也會吃到一些射程加成 所以大人箭塔跟弓兵來說 是對不列顛後期來說 防禦或進攻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再來講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它的黑色彈開手 就有這個村民的費用減免 所以前期省下的肉 就可以出一些肉碼或者是棒棒 來增強自己的前期的實力 那它到電容時代的時候 可以減免25%的食物 對 非常非常的省 那主要是在城堡時代啦 這個減20%效果是比較主要的 那電容時代產村民的 那個效益就沒那麼好 所以城堡時代算是一個印度斯坦的黃金旗喔 好 那再來講它的駱駝 駱駝騎兵攻擊速度加25%的攻速 這個傷害可以跟曲折羅倫的駱駝幣喔 那我們有做過實測喔 就是其實有兩邊打過 發現印度斯坦好像比較強一點 那曲折羅倫的話 可能需要先攻阿或者是 或者是要高打低喔 這種情況下加成會更毒一點 那每一次測的情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也不能斷定說印度斯坦跟曲折羅倫是誰比較強 那我個人是比較覺得印度斯坦比較強 因為它有帝王駱駝 如果帝王駱駝的情況下 一定可以打贏曲折羅倫的 個人覺得還是印度斯坦強一點 好 那火熬單位的話 它有進行防各加役喔 而且它的金罐 可以增加這個火槍的射程 加二射程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銀罐喔 大幹道 大幹道這個能力是可以加 所有黃金的10%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是可以吃到這個金矿弓的速度 那還有遺跡的生產速度 那遺跡的話是每分鐘30黃金 那再加10%的話就是每分鐘33黃金喔 布小布 那黃金樹 遺跡拿夠多的話 那就是 你也懂的 每拿一個黃金 這個加10%的效果就越猛了 所以在印度斯坦單挑來說的話 不管是競技場還是阿拉伯 這個大幹道的能力都是相當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加速看一下吧 看兩邊要打了什麼 看一下兩邊都是 沒有要打前期的樣子 兩邊都做偵查而已喔 都沒有併 沒有做一個比較太大的一個選擇 Blaiden是選擇下了軍營比較晚下喔 這個到了風電師在海下軍營 射箭場比較晚下 欸這樣有點危險喔 他蓋的位置也不是非常安全 好 那他這邊是想要用TC連防喔 這邊先圍死 然後這邊可能還要再圍過來 做一個 橫向防守 因為他這個圖確實不好圍阿 他圍的話 範圍太大了 這邊下面還要圍完 所以這邊先小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印度斯坦這邊也要圍地方也是蠻大的 但是這邊也是硬圍圍 那左邊這邊相對好圍一點 所以印度斯坦還是決定要把這裡圍起來 用一個TC連防方式 小小防守就好 好 那Blaiden這邊是選擇 先出一隻戰毛 那戰毛的話 並沒有去前面騷擾 在家裡這邊 發呆 而且沒有再繼續出兵喔 哇 超超兩邊直接直城 笑死 好 印度斯坦這邊有出兩隻小光 但這邊Blaiden有出戰了喔 稍微人擋一下 好 那這邊Blaiden已經點出了一級射 看來還是要打空兵的 Blaiden就是要打空兵 那剛剛前期有講到 我們這個Blaiden 城堡時代開始有這個 加一射程的優勢 好 那這邊奴兵升級之後 二級射也好之後 射程就會很猛喔 射程8 哇 這個射程8的工兵很煩的喔 來看一下這邊 哇 射程只有5啊 因為他只有1級射也沒有奴兵喔 哇 這個8跟5的差距 三射程喔 就知道這個Blaiden的射程到底有多誇張 來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殺到一些村民 OK 射一下 射一下 鬼之走步 欸沒有殺到 好 後面這一個TC也蓋一下 那邊是3TC開始 那Blaiden在城堡時代蓋TC也是非常非常便宜 只要100多木頭 就可以蓋下這個TC 非常非常的神 先打數一下 看起來還是沒有要打的意思 這邊都是小打小鬧 然後去找個地方破個招倒而已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戰果 就先加速 看一下兩邊要打什麼 好 那古拉姆確定是打這個古拉姆 古拉姆出來 古拉姆出來之後 然後Blaiden會不會很難受 先戳Slow Blaiden會不會很難受 Blaiden你看到古拉姆出來了 直接把自己逼往 逼往後派 走到家裡 好 這邊想要再圍一下 但是 欸 騎士 欸 這邊 Blaiden已經準備好了 騎士 按了幾次來防守 但攻防沒有點 那沒有關係 打古拉姆最重要的是攻擊力 也不是防禦喔 好 但是防禦還是點的 防禦還是安心一點 比較能抵抗箭矢 好 那三防的騎士 那加上這個跑速 打這個古拉姆才比較好打一點 古拉姆跑太快了 好 古拉姆到家裡這邊 欸 這邊是要被爆炒了 欸 看起來是 喔 直接弓箭開射 古拉姆的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騎士的速箱很多 自然是風兵打古拉姆傷害很低 但是騎兵的效果非常非常厲害 直接收光了 打古拉姆就是要出騎士啦 直接屌虐 好 那這邊騎士也補下了異攻 一攻之後打這古拉姆就更錯處有餘啦 那印度斯坦覺得自己非常非常不利喔 居然沒有要出這個 駱駝的意思 但出駱駝的話 又會被古拉姆的弓兵給射歪 這不是個問題 好 那這邊古拉姆已經點下了 手推車跟惡極蛙技能 那這樣子會非常非常爽 好 這邊投車出來之後 車退一下喔 並且被投爆 古拉姆也在繼續出 古拉姆已經點下了惡反了 那古拉姆最強也就惡反了 那也就是他最強型態 那接下來改版古拉姆的血量 會不會改低至55D 那他這邊古拉姆會再進一步削弱 但本身沒有削弱到 印度斯坦的駱駝跟火箱的強度 我覺得算是合理的 不然削弱火箱跟駱駝的話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弱 也沒有這個文明特色 那削弱古拉姆我覺得算是平衡印度斯坦這個文明的一個方法 也算是合理的 那血量變55D之後 真的會變非常弱 因為這個血量真的是蠻重要的 尤其是對近戰單位來說的話 有更突顯的非常重要 這件事情 好兩邊的削弱樹現在是111吋跟109吋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 怪獸牆的帝王斯坦 那這邊二級伐木二級農田還沒有點 那二級弓才點了 挖死也在點 那二級農田這邊補一下 好 那兩邊都是在農 好 那印度斯坦先率先到帝王斯坦馬上點下這個精銳古拉姆 精銳古拉姆我們有三攻 喔點了一講完他就點三攻了 三攻點下之後 古拉姆變成精銳古拉姆 十加二的能力 在這邊 這面硬桃能打得贏嗎 古拉姆的數量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騎士的量也蠻多的 而且這裡還有城堡 後面還有一些奴兵在射 但是古拉姆的數量非常非常多 但是礦泉史上也是蠻好的 但是騎士一直補的過來 騎士補的過來的話 古拉姆這一波交戰似乎有點虧 後面城堡加PC的威能有點強 但PC只有一個人 好那這邊補列典 這一波交戰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使用騎士完全的走入這波攻勢 剛剛前面有講到 騎士打古拉姆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攻擊 而不是他的防禦 所以這邊優先點攻擊我覺得合理 因為這個古拉姆你看那個防禦 只有0加2喔 所以你先點攻擊的話 就代表很容易就被騎士敲歪頭 然後騎士再過來繼續輸出 有一些村民被抓掉了 但沒有問題 村民出來是非常非常多 古拉姆一就補過來 然後這邊著中騎士也下了 好印度斯坦這邊開始轉出馬了嗎 開始點下馬的防禦力 看到騎士這麼多還是要輸點落索 好正面再一波交戰 這波交戰騎士有著上風 原始高打低古拉姆瞬間倒地 更多騎士補過過 後面古奴兵也在助輸出 古兵沒有升為強奴 但是這個古拉姆打過命的效果還是很好喔 哇你看這個金瑞古拉姆打奴兵只要兩下 哇賽 好痛啦 古拉姆打攻擊的外加成太多啦 只要戳兩下就躺在地上戳啦 這個攻兵 有可能是沒有加防禦的關係啊 好那這邊繼續帶來戳這個攻兵 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古拉姆非常害怕騎士啦 只要騎士擋在正面的話 那就不好受了 這邊印度斯坦覺得自己越來越烈勢了 開始圍住家裡來進行防守 欸這邊不獵點很不要臉啊 直接去挖對方的野雞 那左邊也有繞幾隻生女喔 想去撿野雞 我們抓到欸這邊村民被抓包 直接倒地 好騎士大量驗了過來 這邊挖石頭的村民可能要照樣食料村 會不會被抓光呢 完蛋 哎呀 哎呀 但是反應非常非常快喔 應該只死個五六村就差不多可以停順了 欸結果也沒死那麼多村啦 還行還行 好駱駝過來了 駱駝來打這個騎士喔 效果會不錯 但是還沒有升為重裝駱駝 所以這個額外傷害效果並沒有那麼多 基本上還是在靠著駱駝本身的傷害在打 好這邊有幾隻要來挖眼睛 但是這邊為什麼有騎士看到你 是不是開圖啊 你怎麼都知道 喔不是 喔他真的開圖啊 用哨戰開圖 走到哪啊 抓到哪啊 這個哨戰喔 在地龍時代真的很重要 雖然前期蓋哨戰的頻率不會那麼高 但城堡時代中後期喔 開始就蓋這個哨戰去開圖 擁護一下敵人的一個行動跟飾影 會比較好一點 那相對的你要常去注意小地圖 很多人哨戰蓋了之後也沒在看小地圖 這就是蠻多玩家會做的事情 知道要蓋哨戰 但是卻不知道要去注意小地圖這件事情 所以蓋哨戰這件事情 也是蠻重要的啊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還是要看 好這邊大量古拉姆直接淹了進來 這裡要蓋一個房子堵一下啊 不然會衝進來喔 欸但是這邊騎士直接堵在這個路口 好古拉姆這邊直接交戰 但交戰後 直接被砍爆 騎士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好那這邊騎士喔 不列顛是有三房的 欸啊這邊大量的不列顛長攻兵直接被戳爛啦 好長攻又走得過來 又要被打了嗎 欸直接拉走 欸趕快回家趕快回家 古拉姆直接過來又被包了 又要被騎士包了 哇騎士點下三房 那是那一條 騎士不列顏也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他基本上要出什麼都可以 他出騎士也可以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也夠用了 也有三房也有三攻 而且也有跑速 而且有重裝 所以基本上 不列顏打騎士也是不會太虧的 算是少了21型 但需要出騎士的情況上 出這個騎士也夠用了 平時有三房 防箭矢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但這邊有大量落土 攻後面箭矢傷害輸出 導致病人騎士 直接送了一波 而且還沒有三房好 這一波有點魯莽了一點 好那這邊 點下了不列顛長攻兵的精銳 那精銳之後 這個射程就會突被猛進了 哇變得非常非常的猛 好這邊就點6加5 射程11 攻擊力7加3 哇塞 那這邊還沒有點化學 點化學在點下之後 就變7加4 攻擊力11啊 非常猛 好這邊 駱駝直接招翔 但是直接滴掉了嗎 唉沒有 這邊射死了 招爆一隻魯拉姆 好 長攻無情開射 正面開在同時 上面這一波挖石頭 被抓包了 有一些路會打 好這邊巨頭激包弩 手包太前面了 然後後退撤退一下 然後開始架起來 或是直接撤退了 這邊前面兵器就有點少 好 好 但是這邊長攻的威力可猛 過來馬直接被射歪 哇 直接殘血 甚至倒地 然後後面這裡有幾隻駱駝 落到後面 想要來做騷擾 但是應該沒辦法找到什麼東西 因為駱駝並不是一個 主要進攻騷擾的一個手段 駱駝算是一個被動防護的一個單位 好 但是這邊又送了一波騎士 有點尷尬喔 這邊並開始明顯的有點落後了 好這邊點一下化學 誒 這邊轉出了雙手劍兵啊 哎呀 這個不列顛喔 打步兵也是很猛 跟不列顛打步兵的話也是有三防 三攻也有 而且也可以點這個劍勇 所以不列顛也算是一個全人型的文明 我覺得也是非常厲害 雖然他沒有火套 但是他的戰狼號 金冠點下之後 用巨頭也可以當這個火炮用 這個殺傷力也是蠻猛的 好 這邊巨頭直接被解掉 這個古拉姆完全不怕箭矢啊 跟鑽養一樣 好這邊騎士來騷擾 結果被駱駝撞得震倒 這個駱駝為什麼不點傷重裝啊 我真的看不太懂 這個有點重裝啊 好像沒有欸 不過還是駱駝騎兵也還沒生欸 好駱駝過來騷擾一波 本質的有弓箭手 弓箭手這對駱駝效果還不錯 傷害非常高 因為駱駝是不太抗箭矢的 非打駱駝是用箭矢跟駝去打 OK 這邊雙手精明過來之後 正面有一個軍隊可以做支持 防守正面的一個效果 只要有劍勇的話 古拉姆就不算什麼 而且駱駝也會被敲成白癡喔 這個駱駝也是蠻怕劍勇的 因為駱駝並不太耐步兵喔 這邊步兵便宜又好用 但是駱駝很貴 打步兵又沒有優勢 所以這邊不會有點短這個 劍勇 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雖然現在是雙手劍勇 還沒有看到劍勇 現在還沒夠肉很夠 肉需要750肉 有點貴好了 好存一下肉 要不要頂一下這個劍勇喔 好劍勇補上了 果然還是要頂這個劍勇喔 這個劍勇補上之後 補列顛就會非常非常猛 那三防再補一下吧 剛剛有300肉了 頂下這個板甲 頂下板甲之後 這個傷害就會非常非常猛 他的續戰能力喔 就更猛 續戰能力更猛 就代表他的輸出就更多了 好 好 這邊千萬不能送掉這一波 劍勇 勁咬手下 稍等變身再打 但是還沒有三防 黃金量不太夠 好 這一波騎士又過來騷擾 確實殺到了一些村民 這邊上沒有工程器 如果直接進攻的話 步兵會全去送光的喔 唉呀 這邊步兵全部被吸引了過去 而且沒有三防 被箭矢射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很快就瞬間倒地了 補列顛這邊有點失誤喔 空兵沒有碰得很好 這邊大量的兵 直接把這個BKD掉之後 把這個 肉麻拿到後面 直接要來搓 但是大體病已經好了 長空兵只是原地開設 而且這裡還有一些工程戰象 但古拉姆 把這個工兵驗了過來 古拉姆過來之後 打這個工兵速度非常非常快 哇這個血量 瞬間掉光 哇 長空兵奴兵瞬間硬身倒閉 但是後面補殺了更多的劍友 今天我們打這個古拉姆效果非常好 但是這一波古拉姆打得非常好 直接把這個長空兵全部換掉 但是這裡有更多的騎士在後方就騷擾 目前古拉姆有點 忙得不可開交 古拉姆現在到後面去防守也不太好 因為這個騎兵古拉姆殺不太贏了 好 村民處目前還是英零散的優勢 英零散這邊支援 村民案子真的太多了 這邊有個巨頭在偷拆 能拆得掉嗎 有點困啊 好 古拉姆直接拆掉這個巨頭 好 騎兵再繼續出落馬 繼續燒了 古拉姆過來 直接敲 直接敲 好 看起來 古拉姆這邊 不能再打正面 這個正面感覺就算不用古拉姆去打也沒關係 直接去換面燒我覺得更實際一點 雖然用肉馬也可以 但我覺得古拉姆 偏要打正面來說太傷了 畢竟正面有這個靜泳戰 好 大量的肉馬淹了過來 但是這裡有幾兵再出 好 那還剪下了工程師 然後還剪下這個裝瓦技術 裝瓦技術也補下了 補下之後 這個房屋就會高一點 這個城堡就會厚了一點 但現在問題不是這個 問題是這個肉馬要怎麼解決呢 但是家裡其實蠻多城堡在防守的 這個肉馬一進來也差不多 厚的差不多了 顯示也是非常慘重的 好 正面這個巨頭加上古拉姆正面開戰 然後這邊古拉姆過來解 但是這裡有劍勇直接敲爛出了古拉姆 城堡也掉了 後面這一坨肉馬還在繞 家裡似乎要解掉了 好 左邊再繞更多的肉馬再來騷擾 好 直接直擠你的心臟路欸 農田區要被弄啦 怎麼辦呢 好 但是家裡這邊還在騷擾 但是城堡到處都有 抵擋這個肉馬的騷擾效果還不錯 但肉馬數量一多還是會被騷擾幾村的 好 更多的肉馬過來了 這裡要不要收村呢 但是這裡好像有點忙 正面要在這邊交戰 欸 這邊直接走到城堡底下沒有在空 左邊這邊村民又在繼續被砍 上面這邊也在進攻 看這邊已經快被肉馬解光了 下面這邊也有肉馬在騷擾 正面的話這邊殺了非常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數兩邊都很低 本來140村的印度斯坦398村 100村 那補雷劍的話本來120村 下面112村 下面112村 那兩邊都有在補村民 並沒有讓自己省事太多 還是有把這個經濟給補回來喔 我就會也可以再繼續打 但是兩邊的問題都是 誰沒先黃金誰就輸了喔 而且印度斯坦是最吃黃金的文明喔 至1啦也不是最吃黃金應該是土耳其啦 因為土耳其沒有黃金也不能打到射兵 但是印度斯坦的話還可以啊 嗯 基本上印度斯坦也是非常吃黃金的文明 沒有黃金也是全判死刑的文明 好 那古拉姆 大家繼續打正面嗎 欸這個巨頭600金 快快跑喔 怎麼辦 這個戳戳也打不贏 擋一下擋一下 靖勇趕快出來了 靖勇出來了 靖勇出來了 哇 靖勇出來 能打得贏嗎 這個靖勇產的有點慢 即時出來砍 數量不夠多 但是有宅口 還不錯 這波交戰 用這個宅口擋住的攻勢喔 還不錯 好 大量肉馬過來 還有古拉姆 怎麼辦啊 正面戳戳加金勇效果 可能還不錯 但是數量有點少 正面直接互砍 可能會砍出 古拉姆的數量也順不錯 打這個速度效果也蠻好的 哇 但是這邊非常大量的肉馬 跟古拉姆驗了過來 不列典該怎麼辦呢 不列典 前線的村民四處逃難 但是這邊是軍隊的一個出兵點喔 所以一出來就可以補上這個軍隊 而且後面一直被肉馬騷擾 非常難受 這邊還有一隻長弓兵 在那邊嚕嚕小小 好 這邊肉馬終於抓到了 欸原來是在這邊出兵打 終於抓到了 然後長弓兵有再出個少量了 一兩隻不知道在幹嘛 快打比賽 現在是劍勇加速說最重要了 還有這個巨頭 有巨頭差點進攻喔 沒巨頭就不能進攻了 好 那家裡 尼路斯坦非常非常慘 農民 都很多田農民在工作 村民樹確實很慘 85吋而已 被砍到不成人形 但是不列典這邊是有127吋 村民樹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路斯坦可能要趕快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再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用這個城堡防守一下比較好 不然這邊一直被騷擾 你死中還是要把這個軍隊往回拉 就沒辦法做進攻喔 是一個大問題 好 正面城堡開始投 這邊打兩位馬過來 想要來直接拆這個軍隊套斯基 但是後面有這個擊兵加進入的組合 直接來防守 這邊好像可以打出GG了嗎 真的耶 因為黃金已經斷了 黃金直接歸零 哇那這邊後面還出了一堆大肉 再去再燒喔 這邊不列典感覺真的是打得還不錯喔 這裡也存了滿多的黃金庫存 那很多玩家們都會問說 欸為什麼這些高手 秘幼黃金卻不出黃金兵喔 因為他們都會想要保留一些實力喔 看一下最後的黃金可以做什麼事情 例如轉兵啊 或者是要幹嘛之類的喔 比較彈性一點喔 如果像印度斯坦這樣一直只要出GG跟駱駝的話 很容易就會有這種問題出現喔 就沒辦法轉出火槍 因為你把所有的黃金花完之後 就會 你想幹嘛都不能再幹嘛了 就會很麻煩 所以這個純黃金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來看一下左右兩邊的經濟發展 欸這邊不列典比較好一點喔 輪走比較少上 但是這邊古拉姆 上這個輪走時間晚了一點喔 而且這邊好像沒有上這個手推車是不是啊 欸他手推車是沒上喔 好像是欸 他手推車居然沒上啊 哎呀難怪經濟這麼慘啊 他只有上這個輪走而已喔 難怪古拉姆 傳品數這麼多 卻經濟上沒有好到哪裡去的感覺喔 啊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重點啊 什麼時候上手推車跟輪走的是個關鍵啊 好那很明顯沒有上手推車的古拉姆 不是古拉姆喔 印度斯坦 這邊經濟完全崩潰啊 輸很多啊 木頭就輸了8000 食物就輸了4000 你們想這些木頭跟食物拿去出兵的話 可以輸多少的兵喔 這一幕的了然喔 那印度斯坦會輸好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黃金上輸我覺得 這也算正常嘛 因為 你基本的經濟就已經輸了 要掠奪黃金這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就有點困難了 好那來看一下 經濟科技發展 科技發展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兩邊都是打得還不錯 該升的都有升 主要還是經濟跟選兵的問題喔 印度斯坦這邊要出這個金冠火槍喔 加二火槍射程 打這個步兵跟擊兵比較好 但由於黃金已經化的差不多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他轉兵非常異常的困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